现在这段时间,其实市场这段时间回这么多 其实就不只是俄乌事件 俄乌事件是有个发酵的因素 因为其实大家这段时间不是经常拿着1970年代的滞胀 是的,大家其实是在害怕经济衰退 在害怕盈利倒退 还有因为商品价格 因为其实俄乌事件,这次我们原本打算它会先闪电 谁知道就一点都不闪电 你一持久前就拖了很久 是的,你一拖的商品就不断建设 那变成大家会立刻在害怕1970年的 是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1970年有分两阵的 如果你是说727374 是的,那时候应该是7374 大家其实是的,那时候是有联储局加息的周期 利率上升的周期 商品上升的周期 那大家就会觉得,那股市就回了 但是其实大家,我看到的文章就比较少有提到 其实那时候,美国是出现一个政策失误 就是联储局和当时的总统是有政策失误的 打赢越南战争 那接着呢,那其实就 那一刻,其实那个失业率呢 是突然间攀升,就是当地的经济是很不行的 那所以才出现了一个滞涨更大的风险 OK,那但是呢,其实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1970年代,另外一阵没太多人说那一阵呢 其实呢,就是你当大概七六年开始了 去到八零年的 那其实七六年至八零年那一刻呢 其实都是利率上升周期 都是价值周期 商品呢,都是继续升的 就是当然你可以去想 那时候,金本位突然没有了 或者它中东突然那个产油的供应链有问题 那但是,无论如何 那个背景都是商品连续两 就是在1970年代发生了两次急升的 那在七六年至八零年那一刻呢 其实最大的背景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美国的经济是OK的 美国的经济是OK的 就是失业率是持续下降的 甚至到了政府所说的目标的 那其实,现在的情景呢 我觉得似是后者多一些的 那你比较一下,究竟这两个情景 究竟的回报有相差多远呢 如果前面,就是如果大家在害怕滞涨的那个呢 在说的 七三、七四、七五年呢 如果我纯粹当年头年尾那样去挡回报呢 就负二十多的 是的,那当然你说高低位就可以吓到你的 因为跌四十八个百分比的 是的,但是如果你按年呢 其实都只有二十几个百分比的 其实都升二十几个百分比的 那想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由七零年那个滞涨底呢 就是如果那一下拿上来呢 就已经升了成两倍了 是的,那所以其实我想提的就是说 这一刻市场上面是在炒滞涨的 但是我们看很多的情景 现在暂时没有正确失误 是的,那还有美国经济是OK的 那所以我们不觉得像是七零年代前者那个 而是像后者多一些的 是的,那这样可能要时间呢 就是等到市场去拿回一些些动息先的 是的,因为我补充多一点 那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看经济是没有衰退 就是在看那个倒挂嘛 那个息叉倒挂 那大家就拿着十年期减两年期的那个经济倒挂 就是看有没有倒挂来看有没有经济衰退的 我不是说十年期减两年期不好 其实都好的,这个指标 但是呢,其实这个指标不明有机会高的 是的,何况现在还没倒挂 那但是其实我们用回我们曾经记招出那个倒挂 就是十年期减六个月呢 不明是少很多的 那其实现在是远远未到倒挂的水平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令到我们觉得 就是我其实分析了好几个要点 就是我们最近内部自己想的就是觉得 现在市场应该是过分炒作了利达那边的 是的,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如果在俄污事件不再有什么太大的结构性改变底下 那其实就应该开始可以去想一下 会不会是七六至八零年的情景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